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5月4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跟大家講今天的新聞提要 大陸官方民調顯示 近兩成女性表示後悔結婚 較十年前上升一倍 有報導指中國長征5號火箭失控 碎片有可能會墜落到民居 被重判14年的惡族遺跡案主犯牛騰宇 兩年來首次與母親會面 中共建黨八年臨近 官方多個部門近日高調推出 中國美好生活大調查 但關於大陸家庭婚姻狀況的數據卻顯示 約兩成女性 怨後悔結婚 較習近平上台前該數字不足一成 勝負超過一倍 有離異的妻子認為 是近年女權意識抬頭所致 但也有失分的丈夫怪罪習近平的反腐政策 導致男性在家中失去經濟主導地位 聽下何景文報導 這項名為中國美好生活大調查的民調結果顯示 在中國習近平執政近十年間 關係到國際民生最重要的民眾家庭婚姻狀況 出現了分崩離析指數上升 對比2012年習近平開始執政時的幸福感指數 8年間中國大陸婦女對婚姻不滿的感覺 和離婚的訴求大幅激增 離婚女性填踏後悔結婚的比率 在2012年只有9% 到了2017年成長到12% 2020年的調查結果即是幾乎突破20% 2009年的新增離婚與新婚比率 即是該年的離婚隨意結婚的數目為12% 在2019年已經達到50%大關 其中大多數的離婚是由妻子主動提出 2017年全中國法院審理的所有離婚案件中 高達73%是由女方提出的 對於這種現象 上海的吳女士又認為 近年女權意識抬頭 與女性更勇於追求個人的理想有關 她以其個人經歷為例 儘管婚姻中並未出現導致婚姻破裂的問題 但自己隨著知識的增長 社會越來的豐富 苦權意識的加強 對前夫的生活方式 和思想觀念等越來越難以忍受 經理性的綜合考慮 在2015年提出離婚 因為我們人是社會的產物 所以社會的這些政策 這些文化是一定有影響 這是絕對的 女性就是越來越覺得 我要做我自己 我不能被婚姻所祝福 女人她要做她的事情 她沒有辦法得到丈夫的支持 然後丈夫也反對的話 那就沒有辦法 那就真的離婚或者是分開 這就是必然的一個結果 女性也需要有自己的視野 自己的追求 上海的常先生三年之前離婚 離婚同樣是由女方提出的 心灰意冷的李先生 就不得不接受冰冷的現實 對於婚姻破裂的原因 他說習近平反腐以來 自己經營的高檔餐廳幾乎是門可羅掌 之前的家庭幸福前景規劃完全炮湯 事業受挫自然影響家庭 她埋怨自己的事業和生活變故 完全是國家政策變化所導致 民調結果表面上顯示 女權主義正當其道 但社會學家李先生也認為 情況其實正正反映 男性在社會上佔據不可動搖的地位 同時只射出社會越來越吹功利 他說中國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加強男權的力量 家庭以男性為主導 當男性作為家庭支柱在社會上遇到困難 女性就立即產生另謀出處的打算 婚姻是一種社會關係 其實中國目前是一個男權越來越強勢的社會的一個結構 所以屬性對於婚姻的不滿意程度會越來越提高 同時因為這個社會的主要價值觀趨向於 更加的男權和公益 女性也會變得利益 當她不能在家庭的扶持中得到社會的認可的時候 當然她就不會對婚姻有更好的滿意 這是一個階段的發展 這份文調是由央視的財經節目中心 中國國家統計局 北京大學的國際發展研究院 中國郵政聯合推出 向全中國10萬戶家庭寄發問卷 號稱是全球最大規模的民生感受調查 自下的電台馬立克何景文報導 據專門報導航天資訊的太空新聞 Space News報導 上週四升空的中國長征5號 B搖二運載火箭 有一截重達21噸的核心火箭段 出現失控滾動翻轉的情況 專家評估 失控的火箭段 可能在未來幾天到幾個禮拜內 重返大氣層 而且目前無法預測 可能墜落的地點 聽霍亮橋報導 報導指出 長征5B 在星期四 油民昌航天發射場 成功發射了22.5公噸的天和號核心艙 在飛行492秒之後 天和號核心艙 和發射器的核心階段分離 直接進入其計劃的軌道 但火箭未能按如期完成它的使命 大多數一次性的火箭核心部分 都不會進入軌道 而且應該在重新進入大氣層之後 墜落在預定的著陸區域 但是長征5號B 混災火箭的殘體 正是每90分鐘圍繞地球一圈 每秒移動速度超過7公里 根據美國軍方 用來追蹤太空物件的地面雷達顯示 這個殘骸長達30公尺 被命名為2021-03B 根據即時監控資料 目前該殘骸以時速2.8萬公里 這個速度 在距海平面160-170公里高度妖限 根據日本業餘天文觀察家觀察 火箭段出現有規律的閃爍 推測正是翻轉滾動 專家分析 目前無法預測這個殘骸 會在幾時和哪裡最毀地球 根據運行軌道分析 佳時火箭碎片掉落的範圍 北至紐約 馬德里和北京 南至智利 紐西蘭的威寧頓 而且恐怕會有碎片墜落在住宅區 這個不是中國在軌探測器第一次失控罪位 在2018年 體積相當於一格校巴的天宮一號 亦都在無法準確預測的情況之下 由南太平洋 上空穿越地球大氣層燃消罪位 自由亞洲電台科亮喬佩道 山東省近日為了鼓勵民眾 接種兩劑新冠疫苗 退出金色健康碼 聽聽胡海文報導 中國在發生新冠肺炎疫情之後 在全國範圍推出健康碼制度 如果沒有綠色碼的國民 出門可謂是寸步難行 為了取告民眾接種新冠疫苗 山東近日再獻新油 退出金色健康碼 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的民眾 可以在綠碼加上金色的邊框 有網民就懷疑 在綠碼之上再加金碼 對當局來說是一盤大生意 有關官員可以裁員滾滾 山東省衛健委宣布 推出健康碼升級方案 已經接種完成新冠疫苗的民眾 在綠碼的周邊會加上金色的邊框 左上角增加針劑和盾牌的標誌 代表持有人已經受到疫苗保護 中國大陸至今 只是接種了2億7千5百萬劑次的新冠疫苗 距離官方安全屏障的目標要有10億人接種 仍然有一段距離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方德浩 在香港中文大學首宗暴動案周二續審 第三被告張俊浩接受控方盤問 並傳召她的姐姐出庭作供 她指她的弟弟只是參加過一兩次反修例活動 當日去到中大只是拍照 控方質疑是砌造情節 第四被告鄧希文周二也開始作供 聽下陳潤南報導 案發時為專業教育學院學生的第三被告 張俊浩早前自辯 指案發當日原本去到中大 參加加姐姐的高級文憑課程畢業典禮 抵達中大後才得識取消 於是暫留校園到處逛逛 張在辯方的盤問之下 表示在案發前一天透過電視 知道畢業典禮取消 有與姐姐溝通 辯方問為何畢業典禮取消又去中大拍照 張回應 畢業典禮和拍照是兩件不同的事 姐姐說可以照去沒有影響 控方質疑張俊浩是堆砌情節 辯方傳召張俊浩的姐姐作供 她說在2019年11月11日 收到校方通知畢業禮取消 但仍然打算當日到中大拍照 因為難得借了畢業袍 課主任也有邀約同學到中大拍照 但當日她沒有去到中大 因為問過其他同學說不去 又因為交通問題自己決定取消 並通知家人朋友不要過去 但忘了通知弟弟 到弟弟收工到達中大致電她 之後才發現 第四被告鄧希文 停上作工 她是中大畢業 收讀中文文學士和教育學士商學位 用了六年時間完成課程 2019年到過美國波士頓大學 交流一個學期 之後7月8月到立陶苑做義工 教小朋友英文 到8月才回香港 她表示最喜歡香港的文學和文藝創作 曾經做過和寫作有關的功課 注重臨場感的創作 即是要親身去到一個地方 和現場互動 取得靈感後創作 鄧希文在2019年11月12日被警方拘捕 她說自己當日早上5時45分到達中大校園 因為在當日和13日有功課要交 於是獨自一人去到圖書館趕工 中大生、陳喜恒、李大生、李俊浩 專業教育學院學生、張俊浩 和中大生、鄧希文 郭備控一項暴動罪 另外陳喜恒、張俊浩和鄧希文 郭備控一項非法集結使用蒙面物品 而張俊浩再被控在公共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 四人均不承認所有控罪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陳潤南報導 香港的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陳浩媛 週二表明民陣將不會向警方交出財政報告 也不會逐一回應社團註冊主任的提問 並促請港府和民陣一同擁護《基本法》 聽下霍亮喬報導 陳浩媛在回覆警方的信件中表示 《基本法》賦予香港有人結社自由 而民陣並不認同臨時立法會 所引入的社團條例 並不認為民陣是非法社團 他表示過去多年 警方等部門一直與民陣合作 從未要求民陣申請社團註冊 或者質疑民陣是非法組織 甚至曾讚揚民陣與警方合作得很好 民陣對於被質疑違反社團條例感到相當詐異 被問到會不會擔心民陣被取締 他就表示這是政權的選擇 如果結社自由被破壞 言論和新聞、遊行示威集會自由也會慢慢喪失 香港警方早前向民陣發信 質疑他們違反社團條例 並且要求在週三之前 以書面交代未有申請社團註冊的原因 和資金來源等 自由亞洲電台霍亮喬報道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周二表示 特區政府正在研究制定假新聞法 以應對錯誤信息、仇恨言論和謊言 但他補充說他沒有立法時間表 聽聽胡海文報導 林鄭月娥說假新聞法需要大量研究 尤其是海外政府如何應對那些日益令人擔憂的趨勢 即是傳播不準確訊息、錯誤信息、仇恨言論和在社交媒體上說謊 因此目前的情況仍然是 商經局正在就海外實踐進行研究 政府並沒有關於這個問題的時間表 但由於它對很多人造成損害 政府將會繼續非常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 林鄭月娥也提到香港電台的問題 她說沒有人賦予香港電台新的角色 並且說香港電台一直扮演公營廣播機構的角色 她說作為公營廣播機構必須要是客觀、公平 當然也要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 林鄭月娥說這個並不意味著香港電台 不能夠有批評政府的節目 但就必須要客觀、公正地做到 不能夠有偏袒和成見 在林鄭月娥發表上述言論的前一天 香港電台傳出助理節目主任李君雅 已經獲通知將會不獲續聘 必須要在這個月底離職的消息 同時香港電台也開始 由他們的YouTube和社交媒體頻道之中 刪除大批敏感的節目 受影響的節目包括《鏗鏘集》 The Pulse、《頭條新聞》和《議事論事》等 香港電台鏗鏘集前編導蔡玉令 上個月被法院判定查冊有罪 罪名是虛假陳述 她進行車牌查冊是為了調查 2019年7月21日 元朗有沒有發生無差別襲擊事件的真相 而李君雅在2017年10月入職港台 原定在2020年10月滿3年的試用期 但在9月底突然被要求延長試用期 她在2019年元朗721事件的第二天 政府記者會上質問特首林鄭月娥 721事件是否官警黑合演的大龍鳳 並在罪問期間要求林鄭講人話 事後李君雅遭到藍絲投訴 港台的管理層原本已經完成調查 並且認為無需作出紀律跟進 但港府在去年安排政務官馮建業 兼任副廣播處長後 港台決定重啟調查 事件引起關注 擔憂進一步會打擊新聞自由 而就李君雅不獲續約一事 林鄭月娥說完全是由部門首長決定 她自己並沒有參與 也沒有補充 在連串事件被指扮演關鍵角色的 廣播處長李百全 星期二出席一項港台活動 但她未有回應針對港台近期事件的提問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休騰說 在星期二也有回應 港台助理節目主任李君雅不獲續約 以及港台刪除網上平台多條影片的問題 又騰華說 港台作為政府部門 在招聘人手方面 部門內應該有規矩跟從 而公務員事務局會提供意見 相信這方面最好交由部門處理 無國界記者組織在上月20日 公布2021年度全球新聞自由指數 香港在全球180個國家和地區之中 排名第80位和去年一樣 是有紀錄以來的最低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方德豪 湖凱文報導 週二是五四運動紀念日 原本提倡民主的德先生 和提倡科學的蔡先生的五四運動 在今時今日的香港 變成北京的愛國政治宣傳 當中更有共青團市委罕有公開參與 綜合報導 週日有同鄉會 舉辦五四青年輕國遺民青年論壇 兼兩會精神學習會 雖然活動只有20多人參與 但翻查在網上流傳的宣傳邀請信 活動指導單位 就有中聯辦青年工作部 以及比較罕見在香港公開活動的 共青團寧德市委 網上報導指 福建共青團寧德市委書記鍾寧寧寧 在講座中專題分享 中聯辦青年工作部署長王成祖 也有親自發言 全國政協委員董吳寧寧寧在活動中 說中央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後 外國的年輕人 有更多的機會進入特區政府管治團隊 北京修改香港選舉制度的行徑 曾被英國等多個國家批評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翻查資料 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秦夷志就曾經表示 共青團會對港澳青年的健康成長提供幫助 並加強內地和港澳青年的交流 惡族維基案主犯牛騰宇被駁回上訴後 還與獲准和闊別了近兩年的母親在看守所會面 母子會見時傷勇痛哭 哭訴二審母秉持公義 牛騰宇堅稱無罪繼續申訴 而代理律師要求再次會見牛騰宇卻被拒 案中24名網民 因涉習近平家人個人信息外涉而被重判 聽聽情文報導 惡族維基案主犯牛騰宇的母親 星期一罕見地獲准到看守所探視而止 這次是牛騰宇自2019年8月被捕20個月以來 母子首次相見 牛騰宇的母親向本台藝術會面的情景 兒子聽聞外祖父和外祖母因為他入獄悲傷 先後離世的時候 無法控制情緒大哭 不過牛騰宇可能不願意看到母親再受刺激 不願意重提酷刑細節 也不想母親看到自己已經自殘的右手手指 牛騰宇的母親指著兒子仍然堅持自己被冤枉 抱怨二嬸沒有秉持公義 牛騰宇的母親透露 牛騰宇仍然在據理力爭 早前得知二嬸結果 又被阻止和律師會見 他自己已經寫好了新訴訟 牛騰宇的母親告訴兒子 案件已經得到國際關注 亦曾經會見九個國家的人權官員 希望習近平能夠知道這件事 令各人沉冤得雪 另一方面 上週牛騰宇的辯護律師 多次前去廣東莫名第一看守所 要求會見當事人 對方以二審判決已經生效為理由 拒絕了律師的會見請求 辯護律師之一的鮑龍君表示 二審判決書滿止荒唐疑點重重 判決書當中的判決日期是3月26號 而宣判時間是4月23號 法院公然聲稱律師拒絕提交辯護意見 沒有詢問辯護人意見的情況下 在判決書中竟然說 辯護律師拒絕提交辯護詞 這就是不真實的 因為他們並沒有書面的 明確地向辯護人要我辯護詞 案件卷中約卷不全的情況下 辯護人也不可能提交一份辯護詞 沒有辯護人的辯護意見 又沒有開庭審理 他就做出了二審的判決 鮑龍君指二審法官 將書名譴權參與一審兩刑 律師提出要他迴避的申請也都被駁回 為此律師將會繼續就案件過程當中的違法行為提高 並且為牛騰宇申訴到底 目前身處日本的惡族遺跡創始人蕭彥銳認為 國際社會對這件案的關注 且開了這種冤案的遮醜報 當局必須回應廣東公檢法部門 違法辦案的問題 當地的公檢法證還是相當懼怕海外的報道 那麼全世界都在高度關注這個事情 那麼我希望中國有一些合理的判斷 我們應該認清自己的錯誤 然後甘心接受懲罰 那麼廣東的審刑也意識到這個案件 就是錯誤的案件 應該必須做出改變 那麼上次也應該反省 為什麼底下的人會做出這樣犯報的事情 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和姐夫鄧家貴的個人信息 在2019年5月在境外網站曝光 轉案早期後 將大陸境內的惡族遺跡網站的 運為人員和會員一共24人拘捕 涉案人投訴在激壓期間被酷刑逼供 其中年僅20歲的惡族遺跡 運為人員牛騰宇被指控為主犯 去年底一審宣判14年刑期 和儲罰金13萬元 上月23日法庭宣布二審維持原判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在中國施壓陰霾籠罩下 美國哈里法克斯國際安全論壇宣布 將2020年麥海恩公共服務領袖長 頒與臺灣的總統蔡英文 主辦方哈里法克斯論壇 是全球最具權威的防衛事務論壇之一 早前傳出論壇的主要贊助國 加拿大因為擔心捉路北京 而反對頒獎給蔡英文 加拿大國會和總理其後表態支持 哈里法克斯論壇表示 會邀請蔡英文出席頒獎領獎 蔡英文在社交網站發文表示感謝 指掌項是屬於全體臺灣人民的榮耀 更是國際社會對臺灣民主的重要肯定 聽一下鍾廣正在台北報導 在臺灣外交部發言人歐國安表示 哈里法克斯國際安全論壇 在美東時間3日 透過影片正式宣布 蔡英文總統為年度 麥海恩公共事務領袖獎章得主 國方我們後續會跟哈里法克斯國際安全論壇 來協調有關於頒獎的時間和方式 歐國安指麥海恩公共事務領袖獎章 是紀念已故美國聯邦參議員麥海恩 堅定追求自由、平等、機會和民主價值而設立 蔡英文在社交網站貼文對獲獎表示感謝 他指成為麥海恩公共事務領袖獎章的年度得主 榮耀並不是代表個人 是屬於全體台灣人民 蔡英文表示已故的麥海恩參議員 是美國受到景仰的政治家 一生都是為民主自由奮鬥 並為了提升台灣的安全而努力不懈 麥海恩參議員是他的老朋友 也是台灣的好朋友 這個獎項是國際社會對台灣民主的重要肯定 蔡英文重新團結的台灣必須堅定守護民主 持續做好防疫 成為有能力貢獻全世界的良善力量 政府將會一再證明 民主和自由就是台灣蠟燭世界的最好獎章 總統府發言人張敦涵表示 蔡英文總統能獲獎是對於全台灣人民 堅守民主制度並以民主制度成功抗疫的肯定 總統府表達感謝亦誠致感謝國際各界有人 對台灣的堅定支持 張敦涵強調執政團隊必定努力不懈 尤其是在台灣內外疫情 仍處於嚴峻挑戰的時候 一定會團結落實防疫 堅定守護民主 並與共享民主自由人權價值的理念相近國家 持續深刻合作夥伴關係 為國際的民主自由做出最大貢獻 並堅定成為世界的正面良善力量 哈利福克斯國際安全論壇 原定去年年底宣布頒獎給蔡英文總統 在媒體報導加國政府擔憂激怒中國 而撤銷對論壇的贊助後 加國眾議院就在上月15日 全院無異議通過提案 同意蔡英文是麥凱恩獎的理想人選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也同日在全院質詢的授明確表示 政府會持續贊助哈利福克斯國際安全論壇 總部設在美國華盛頓的哈利福克斯論壇 三年前設麥凱恩獎 表揚為民主努力的個人及團體 今次是哈利福克斯國際安全論壇 第三次頒發麥凱恩獎 第一次是2018年 該掌頒給地處難民入歐前線的 希臘萊斯博斯島人民 以表彰他們為拯救難民所做的努力 該掌第二次是2019年 頒給香港的公民抗爭者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台北報導 最新一期《求是》雜誌 刊登了習近平今年初 對省部級官員的訓話重點 表達了對國際局勢和中國經濟的最新思維走向 他評估現時國際形勢 認為時與勢都在中國的一邊 但敦促中國要增強威懾的實力 有學者認為 習近平有意宿責和美國的軍事實力差距 也不排除未來會議國安的理由 在經濟上以封鎖措施報復西方國家 聽聽情聞報導 上週六出版的《中共理論性刊物求是》雜誌 發表了習近平今年一月 在散布級官員專題研究班的訓話重點 習近平已亂字形容當今世界最主要的特點 而這個趨勢看來會延續下去 從這次全球疫情來看 各國的領導力和制度優越性告下立判 習近平的結論是 時和勢都是中國的一邊 這就是中國定力和底氣所在 也是中國的決心和信心所在 他提出既要敢於鬥爭 也要善於鬥爭 全面做強自己 特別是要增強威懾的實力 習近平的講話裏面出現威懾兩個字 引起外界聯想 香港致名研究所研究總監許禎就認為 中國和美國的軍力差距正在逐步縮小 許禎相信 下一個階段中國會加強發展戰略武器 但美中兩國不會出現核武競賽 提到加強保障國家安全的制度性建設 習近平提出要研究如何設置必要的玻璃門 在不同的階段加不同的鎖 有效處理各類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 金融學者司令認為 這樣顯示中國未來可能以國安為理由 對西方實施報復 對西方國家強硬姿態的時候 它就可以以國家安全為由 然後行制裁 以及報復西方國家之實 那就是中國政府會對外宣稱 中國建立防護牆也好 還是這個世界的新聞自由指出 中國是倒數第四位 中國可能會說 並非我們要限制人民的自由 而只是因為外界提倡的這種自由 對我們國家安全構成悲喜 司令說 美國對中國涉足敏感技術的警惕 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排除中國會實施反制措施 此舉真正的目的無非在這裡以牙還牙 那麼把一些看上去對中國國安毫不相干的 但是中國覺得對於美國的利益 至關重要的一些投資項目 那麼在中國政府提高這種國安審查門口的情況下 把美國的這些項目給拒之門外 那麼讓美國感受到中國市場帶來的切膚之痛 不過司令提想 中國設物高股國內投資和內部消費 對經濟拉動的作用 但是就漠視外資對推動經濟的貢獻 而外資最需要的正好是更有信用 更開放更包容的環境 習近平的講話恐怕為他們敲響了警鐘 習近平的講話當中對中國經濟發展提出總方向 就是要加強國內大循環在雙循環當中的主導作用 他說努力練就有百毒不侵、金剛不壞之身 塑造中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沒有任何人能夠打倒我們、卡死我們 在落實政策整個過程當中 必須加強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領導 習近平在訓話當中還引用毛澤東的講話 他說 無論處於如何複雜、嚴重、慘苦的環境 軍事指導者首先需要的 是獨立自主地組織和使用自己的力量 被敵人迫到被動地位的事是常有的 重要的是迅速地恢復主動地位 如果不能恢復到這種地位 夏文就是失敗 主動地位不是空想的 而是具體的物質的 自由澳洲電台情聞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就職8天後 台海局勢依然緊張 國際關注美國對台政策 會維持戰略模糊 還是會轉向戰略明確 台灣師範大學及對外關係協會 就已舉行座談會 有學者認為 如果改變原有的策略 等於將潘多拉盒子打開 也有學者認為 美國對台政策 應該採取戰略清晰 戰術模糊 聽一下文海恩在台北報導 在日前刊出的最新一期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提到 台灣是全球最危險的地方 如果台海爆發戰爭 將會成為災難 美國和中國需要極力避免 國際再次關注到 美國過去所採取的戰略模糊策略 是不是仍然有效和持續 台灣社團發言對外關係協會 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等 星期二 合辦美國總統拜登就職8天的 東亞觀察座談會 談及美國對日本、中國和台灣的安全策略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克斯曾提到 傳統戰略模糊限制了壓止中共攻擊的能力 美國需要轉向戰略明確 畢竟如果對台動武 美國必須出兵干預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 吳崇涵認為 美國還會維持戰略模糊 拜登就職8天後 也沒有提到由模糊變為清晰 他說如果改變戰略模糊 等同將潘多拉的盒子打開 而東亞盟國 可能會被迫改變安全策略 以及加緊對美國聯盟 如果要從戰略模糊走到戰略清晰 我們很可能回到 所謂性主義的和自然的狀態下戰爭 那戰爭我們要問說 那東亞盟國準備好沒有 如果拜登思想大團體上 只要把所有聯盟緊密拉在一起 如果你只要改變 單方改變戰略模糊到戰略清晰 所有的中國就必須要跟著走 他不可能說 好美日的事情美日去做 澳洲不管 聯盟要下海 大家一起下海 那就要看 東亞甚至大洋洲各國 準備好了沒有 如果準備好了 才能一起喊戰略清晰 沒有的話還是繼續保護 他還說 美國前參議員道德 訪台時也傳遞了一個信號 支持台灣繼續自我防衛 美國從來都沒有說 如果台灣要打仗 一定會出兵傷了 這就是美國傳統戰略模糊的論調 軍售就變成重要的指標 最後他認為台灣面對美中競爭合作 都應該以避險為主 拜登政府上任後100天 甚至未來 還是會維持所謂的傳統安全 然後呢 以聯盟為主 形作亞太的安全 台灣是中國切身力 是不是美國切身力 這一點就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現在在美國 有許多台灣團體 要把台灣繼續 公布台灣的價值 就是希望把台灣 從可能美國周邊的力 慢慢推到它的主要的力 核心力甚至切身力 這個時候美國對台的程度 可能會更緊 國內國之間發生戰爭有巨大因素 聯盟 聯盟 邊界 歷史仇恨 都是會引發重複的 絕對必要的因素 那如果你聯盟 玩得太兇 會不會造成本效果 這一點 我們要特別注意 這是以上報告 謝謝 不過司法大學東亞系教授 林延森就有不同的意見 他對本台指 認為美國現在應該要戰略清晰 精神猛魔 怎麼戰略清晰 是說台海有事 我一定介入 怎麼介入 介入程度是何 讓你猜 因為我們從96年 台海飛彈危機的時候 不是派了兩艘 韓國母艦戰鬥群來的嗎 那是號稱是 越戰結束以來 美國最大的兵力集結 那已經是非常明確的信號了 你不要在台海 是我在當老大 不是你中國的當老大 要是在你生事 我一定接入 至於怎麼接入 剛才講的 就是讓你去猜 今次座談會 還有對外關係協會會長夏立賢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 學系副教授孫國祥 和台灣師範大學東亞系副教授 徐少奇等人語談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文海恩 台北報導 七大工業國外長會議 週一起一連三日在英國倫敦舉行 是七國外長至2019年以來首次的會面 會議第二天 七國外長集中討論中國和俄羅斯議題 今屆的七國外長會議由英國擔任輪任主席國 當道主英國外相南韜文在聲明表示 各國面對共同挑戰和威脅 七國奉行開放民主的國家會談 正好展示危機當前的團結 分析認為這次會議 歐勒西方國家的政策大方向 不像聯合國為人討病有實際意義 聽聽陳俊豪報導 時間兩年 G7外長會議再次舉行 除了為今年六月七國元首峰會掀起序幕 中國、俄羅斯、朝鮮和緬甸問題 都是今次會議的焦點 提及中國 英國外相南韜文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共同主持記者會 其中布林肯表示 G7會議會談 G7外長會談並不是要壓制中國 只是要求中國遵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口徑和拜登政府上台之後的外交政策一致 布林肯和南韜文會面之後說 今次G7外長會議 多個外交高層有需要坐下談談如何建立全球的民主聯盟 7個全球最富有的國家有責任為民主、各種自由和人權奮鬥 英美外長認為 中國的經濟和軍事擴張是自冷戰結束之後 重大的地緣政治議題 南韜文發言提到 西方國家是要讓世界知道是團結的夥伴 不是各自為政 他又說的確看到有需要將心智相同的國家團結起來 他認為團結這些國家有助捍衛多邊主義外交 南韜文表示 七國合作力量比起中國經濟和軍事力量都大很多 七國加起來是40萬億美元的經濟體 其中三國更加是融合國 至於俄羅斯 近日在烏克蘭東部邊境塵兵15萬 雖然其後撤走 不過也對歐洲國家帶來軍事威脅 布林肯今週將會出訪烏克蘭 他在今次會議說 華府願意與克里姆林宮尋求穩定可以預測的關係 大前提是視乎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舉動如何 布林肯重申 華府堅決支持烏克蘭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 路透社報導對待中國和俄羅斯 英美外長都發出了西方國家未抽手離場的信號 平壤在G7外長會議之前連續發出三篇聲明 朝鮮領袖金正恩的妹妹 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警告 美國外交上不要忽視平壤 也不要採取敵對態度 布林肯說七國集團會議會討論朝鮮問題 美國剛剛完成了審視朝鮮政策 布林肯說大方向是朝鮮要把握機會 在外交上與美國互動 向朝鮮半島無核化目標邁進 才能換取終止經濟制裁 路透社引述外長會議消息說 拜登政府對朝鮮的政策 介乎前總統特朗普和奧巴馬之間 拜登上任總統已超過100天 布林肯和白宮在外交上對中國的終止是 以國際規則捍衛世界秩序 主張有合作、有競爭 香港鎮會大學歐洲文獻中心主任楊達說 今次G7外長會議 美英等國和中國在氣候變化上可以合作 但是觸及國家安全問題 就可以說是劃起了紅線 價值體系有衝突 其實基本上來說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涉及到安全問題 這個應該是 剛才你也提到 為何會涉及到東海、南海 這很明顯是有安全問題 甚至可能會引致軍事問題的 這些議題 因為我們不只是關係到南海航行 也涉及到 比如說一些 島嶼的主權爭議 或者涉及到很廣泛的國家的自身利益 就算是東海也不是單純東海 涉及到間接來說 好像是日本的安全 東北亞地區的安全 甚至台灣等等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 他們特別覺得是敏感的 或者有些其他的因素 其實可能他們都感覺到 可能是涉及到比較上設身的利益居例 好像是一些知識產權的 他們覺得中國方面 是有些不正當的方法 是取得這些科技等等 G7外長會議舉行期間 有評論認為 西方國家以國際組織 共商議題的做法過時 解決國際問題 應該陽氣多國商議的方式 楊達就認為 G7有別於聯合國 有它的存在價值 G7的本質是比較經貌的 這是事實來的 因為都涉及到所謂七大經濟強國 但是我不知地方 G7會議也同時是有歐盟的代表的 也都可能有其他的應邀的嘉賓的代表 G7當中本身其實是涉及到 談一些大方向的 尤其是領導層之間 總統、首相、總理等等 會議本身 其實是對於增強、默契、合作性等方面 的確是有積極的作用 甚至乎是比較像G7 應該是比較切入一些實質的議題 就不會說好像 舉個例子 聯合國可能很多人 可能會對他救命更加多 好像涉及到太多不同的利益 或者規則令到他不太有效 所以其實好像G7這種會議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看法 就是他們能夠談出什麼 因為他們談出什麼時候 他們真的會見到在中短期間 我們世界的大方向 G7的成員國包括英國、美國、日本、意大利、加拿大、法國和德國 今次會議也邀請了澳洲、印度、南非和韓國的代表出席 俄羅斯1997年起原本都是成員國的代表 時稱八大工業國 不過 2014年俄國吞併克里米亞 退出組織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陳章浩報導 菲律賓外交部長洛欽 週一在推特發表夾雜粗言畏語的帖文 要求中國的船隻 離開中非存在主權爭議的藍沙群島 她週二再發帖文 表示願意為傷害到中國國務委員 兼外交部長王毅的感情致歉 但不會對其他任何人士感到抱歉 菲律賓外交部週一發出聲明 抗議中國的海景上月在黃岩島一帶的海域 美徐、攔截和滋擾 正在執行巡邏和演習任務的菲律賓海岸防衛隊艦隻 菲律賓強調 中方在菲律賓領海和專屬經濟區內沒有執法權 同時聲明抗議 中方容許中國的漁船 和民兵船隻持續地非法集結在菲律賓的專屬經濟區 洛欽同日在推特發文 已粗言呼籲中國滾出藍沙群島 她說 菲律賓一直嘗試維護非中友誼 反觀中國 就好像一個醜陋的網看 整天在嘩眾取寵 想要博得其他晉男的注意 想跟晉男結交朋友 她形容中國是一個沒有子宮 但又想生出一個中國行的省 長此這樣下去只會弄得一團糟 甚至令中共政權營離末日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隨後 在電視節目上不點名批評落音 形容中國仍然是菲律賓的因人 即使兩國之間存在爭議 不代表可以對他人無禮和不尊重 中國外交部說 黃岩島是中國領土 其周邊海域是中國管轄海域 還放敦促菲律賓停止採取 導致局勢更加複雜的舉動 同時中國外交部呼籲 非方有關人士發表言論時 符合基本的禮儀和身份 樂欽週二早上再在推特發文 堅持自己早前發表的言論 並非源於一時失去理智 她說假如言論傷害到黃毅的感情 她願意向黃毅一人致歉 她指出 黃毅去她的外交榜樣 自己一直有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就是在思想和異態上 能學到黃毅的優雅 她提到自己早前出席東盟峰會前 專程訪問中國 拼取黃毅對緬甸問題的態度 事後也緊遵黃毅的建議 另外 根據菲律賓外交部向傳媒提供的數據顯示 自杜特爾特2016年擔任總統以來 至至4月16日 菲律賓已經向中國提交了78宗外交抗議 更多的新聞和評論 請到本台粵語組的官網和社交媒體收聽收睇 請按讚 請按讚 按讚 請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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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按讚